大家好,我是章杰伟 有家长来信问我 怎么用曲目 去判断一个小孩 他现在 小力琴的程度 好,这个我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问题 这不仅仅是在小力琴而已 我觉得所有乐器都是不应该用一个 好像他在拉什么曲目 去判断他的程度 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我们小时候 演奏的曲子 拉的曲子 未必长大 也可以拉得好 那如果是以小力琴来说 如果像我们从小拉琴的人,大概在小学程度 比较OK点的小学的时候 你就会拉到莫扎特的小力琴协奏曲 可是 你们知道全世界的职业乐团 两三百个人在考一个人的位置 他们也一定会考这个东西 那难道 小学生他们的程度就已经 可以到达 考进职业乐团了吗 这是很 因为 因为 一个曲目 它可以精雕细琢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跟 很多东西有关系 所以 不要有一种迷思 就是用小孩子 譬如说 他小机 第几侧拉得多 多快把他拉完 或者是说 哇 他现在 已经在拉那个什么什么 谁谁谁的协奏曲 哇 他 小学的时候已经当过财格富士基 第三乐章 那又怎么样 这个 不要有这种迷思去 觉得这样就叫做是拉琴拉得好 在我们小时候 就有一种 不是很好的情况 就是小朋友拉大曲子这种情况 现在一样有 所有的乐器都有这种状况 特别是在他们要去比赛跟考试的时候 很喜欢去选一些其实是超出他的能力范围 什么叫做超出能力范围 就是你那个曲子你要花过多的时间 你才有办法把它走到一个程度 或者是你根本就走不完 好 比较糟糕的就是 很多人 就是 刚刚提了 在比赛干嘛 的时候特别喜欢去选大曲子 然后 糟糕的是 第一他要花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而且他要放弃其他所有的 练习曲音间的时间 去 努力的砸那个曲子 他才可以到达一个状况 那更惨的就是那个曲子 他其实也没办法整个曲子拉完 比如说10分钟的曲子 他只有办法前面的3分钟 就是刚刚好可以在比赛那3分钟给人家听 或是5分钟 但是其实到第7 8分钟那些东西 他根本就没办法演奏 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对小孩子来讲 不管是他 那个阶段 或是他未来 我觉得都很不好 确实是有一些人可以在 一个很小的年纪演奏一些 比较困难的曲子 但是我个人的观察 我的环境 成长过程观察 有些人他确实小的时候 好像他可以拉不错的曲目 可是慢慢你看他 到后来 他好像跟其他本来没有拉那么难的曲目 的程度越来越相近 甚至是被超过去 所以 一个 一个小孩 一个学习者 他该不该在 哪个阶段拉什么样的 曲目 其实 老师 应该是要知道的 那 不可否认 有一些 你去看有些大师 小时候 他们就可以把 一些蛮困难的曲目 拉得非常好 但是 我们要 就是又回到刚刚讲的 他们拉的 可以把那个曲子拉到什么样的 的好 跟我刚刚讲的 那些可能到最后没有成为大师 可是他小时候也蛮困难的曲子 这个是有差距的 他们 所谓到好的程度 是有差距的 有一种是真的就是 你可以明白的 感觉到 他的那些东西 并不是老师教的 是他自己有 或者是他可以感受 比别人深刻才会有那样的东西 而大多数 可以拉大曲子的 一般人的小朋友 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他们演奏出来的东西 就是老师教的 而且 很多是 硬练练出来 是 天涯式 的 练习方法 去练习出来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 非常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导 一个孩子 长得健康 长得好 绝对比长得快重要 不要 急于去追求 演奏大曲子 你今天就像我们进健身房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要去练身体 你选择一个 就是你稍微一点努力 可是 有一点困难的这个重量 我觉得这个都还OK 可是如果你选择一个重要是你根本举不起来 或是你举起来 其实只有一两次 你的身体就有可能会受伤了 这个就是超出你自己的能力范围 那 我觉得跟大家宣导一下 也 觉得很多 比较不懂的家长 他们常常会用 你家小孩在拉什么曲目啊 你家在拉第几侧 学多久 有这种去判断 一个小孩的发展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是很肤浅的 而且很不专业的 好 那就是大家要记得回想 小孩子长得好 长得健康 一定比长得快重要 记得这个道理 在学习乐器上也是这样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有任何跟音乐跟小语情相关问题 欢迎来信 问我 谢谢